第五十章 韩熙在行动 江山 我也是 韩熙有些口干舌燥 心跳从刚开始就在逐步走高 看着眼前面不改色的儿子 他才知道自己究竟亏欠了他多少 江老师 麻烦你了 路过的声音忽然响起 江山点了点头 轻叹一口气 转头看向魂不守舍的韩熙 伸手掺住了韩熙的胳膊 韩女士 我们还是先走吧 江山轻轻地拉了拉 明显感觉到韩熙的身体再发力 不愿就这么离开 亲眼看着路过 转头走进了房间以后 一直强撑的韩熙最终还是垂下了脑袋 任由江山搀扶着他离开这里 一边路宁明看着这一幕 不由自主地鸣起嘴唇 他想到哥哥和父亲在家时的场景 和固执己见的父亲相比 或许韩阿姨的家才是哥哥最好的去处 想必他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只是那个时候的他 被韩阿姨亲手送到了父亲那里 被自己最亲近的人抛弃伤害 就算对方事后再怎么弥补 也回不到过去了 念及至此 路宁明不免有些唏嘘 自己能被哥哥原谅 或许是因为自己伤得不够深 醒悟得比其他人早 脚步虚幅地被搀扶到外边 韩熙声音略显沙哑地开口道 江老师 麻烦你了 江山摇了摇头 没什么麻烦的 韩熙一脸苦涩道 谢谢江老师帮路过找到住的地方 要是没有你 我真不知道路过离开他 离开路过生那里 还能去呢 江山叹了一口气 有些欲言又止 不出意外 今天发生的事情 恐怕也被闺蜜看见了 亲眼见到路过如此绝情 自家闺蜜内心的难受程度 比起身边的韩女士也不遑多让 沉默了许久 江山出身安慰道 路过现在的情况 比起之前好了很多 和同学的关系也没有那么冷淡了 时间久了 她的态度或许就会有所改变 所以 韩熙摇了摇头 我明白 就算路过不原谅我也不是她的错 全都是我不好 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 我想通了 过去是我太过注重工作 从来没有把心思放在路过身上 以后不管怎样 我都不会忽视路过的感受了 以后我会把精力更多的放在路过身上 就算她以后不原谅我 韩熙的声音已经带着哭腔 我也绝对不会像过去那样了 江老师 韩熙抬起头 认真恳切地看着江山 就快要高考了 如果 如果路过在学校待得不开心 我希望江老师 你能帮我劝劝路过放弃这次高考 别让他在学校待得那么累 休学之病没什么问题 但有问题的是 这一切来得太晚了 路过一定不会主动做出休学的决策 江山沉声道 如果路过有什么不对 我会尝试劝劝她的 麻烦江老师了 韩熙向眼前这个年纪不大 但为自己儿子付出很多的江老师 鞠躬致谢 两人一路走到小区停车位 在看见韩熙坐上车以后 江山转身向着小区里面走去 这次她不是去找路过的 而是去找另外一个问题儿童 韩熙摊坐在驾驶座 稍稍转头 看见望在副驾驶的手机屏幕变亮 上面正闪烁着一条消息 消息的发送人 是一个在过去以及现在 和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人 但从现在至未来 韩熙不愿自己 以及路过再和这个男人 牵扯上任何关系 看见那条说 要和路过断绝父子关系的消息 韩熙面容平静 但眼神却是前所未有的灵力 她拿起手机 回给了路过生一条消息 你什么时候下班 在接连敲了几遍门以后 房门还是被屋主不情不愿地打开了 看着眼前头发散乱 浑身散发着酒气的女人 江山皱着眉头 心里顿时涌起汹涌的火气 她拉开陈佩然走进了客厅 一眼望去 沙发前面到处都是喝光的啤酒罐 沙发上堆积着换掉的衣服 还不到晚上 窗帘就已经被陈佩然打开了 不出意外 从早上起床 陈佩然就没有把窗帘拉开过 她怒气不争地转过身 凝视精神涣散的闺蜜大骂道 你还想颓废到什么时候 路过变成现在这样你 确实有责任 但这不全是你的错 你不要把全部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亏欠人家 陈佩然左摇右晃 连连摇头 不对 这就是我的错 陈佩然每说一句话 江山都能从她的嘴里 感知到浓郁的酒气 是 哥 是我冤枉了路过 是我害路过和家人吵架 全都怪我 你知道什么 江山声音尖锐地大喊道 好好好 你觉得这都怪你是吧 我这就带你去找路过问得清楚 看看他还记不记得你 看看他有没有怪过你 江山大步走上前 紧紧握住陈佩然的手腕 拽着他就要去找路过 这个时候 头脑混沌的陈佩然 身体爆发出强大的能量 一边拼命抵抗手腕处传来的力量 一边哭泣着叫嚷道 我不去 不去见路过 求求你 我不想见路过 痛彻心扉的哭声 响彻在江山耳边 他还是没能狠心拽着自己的闺蜜去见路过 看着眼前如同孩子一样伤心大哭的闺蜜 江山一边感到心疼 一边又气地在心里大骂 为什么自己身边 全都是这样心里不健康的问题儿童 既然都这么在意别人的感受 那怎么不在乎 关心他的心情 学生是这样 闺蜜也是这样 学生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 自己才发现不对 他身为陈佩然最好的闺蜜 却没能及时发掘她的异常 这么说来 他才是最应该自责崩溃的那个人 不哭不哭 陈佩然坐在地上 像个孩子一样索取怀抱 抿着嘴唇的江山 心疼地抱了上去 右手顺着脖子 拖着闺蜜的后背 试图用这种微不足道的方式 缓解闺蜜心理累积的压力 第五十一章 两个耳光 这边路过生打卡下班以后 换上便装准备回家 师父 您先别急着走 晚上带着孩子师母 去我那吃吧 王力叫住路过生 邀请路过生一家 去自己那吃饭 路过生脸颊僵硬 笑着回去巨斗 不去了 你师母这个时候 应该做好饭了 有时间再过去 师父 跟我就别客气了 您上次帮我的忙 我还没来得及谢你呢 实在不行 我给师母打个电话 身边的同事笑着打去道 老陆 你该不会是怕媳妇吧 要是弟妹不让我也可以给你证明 去你的 几个人说说笑笑 走出了大门 正走着 王力看到一辆奔驰 围停在了门口 车停的倒不是特别过分 但和其他规规整整停好的车相比 就乍眼多了 他皱着眉头 嘴上不满道 行啊 车都围停在这儿了 怎么开的车 把这车牌号记下来 到时候给交管大队打个电话 路过生嘴上说着 事先落在了奔驰车头的车牌号上 在心里默念了一遍 似曾相识的号码 顿时让他关了起来 随即皱着眉毛站在了原地 这 这是 旁边的同事还在催促 这个时候 奔驰车主忽然按响了喇叭 第一 突如其来的鸣笛声 把他们吓了一跳 也打乱了路过生的沉思 什么意思啊 围停就算了 还当着我们的面鸣笛 王力当即走上前 准备看看 是谁胆子大到这个地步 刚走了几步 奔驰车的车门 忽然被人从里面打开了 在看见下来的人以后 王力还想问问 这女司机是怎么想的 可还没等话说出口 只见眼前的女人大步绕过他 朝着身后走去 王力转过头 看见自己的师父 脸色极其难看 你 刚说了一个字 王力就看见女人 停在了自己师父面前 二话不说 就扇了她一个耳光 啪 响亮的声响 让王力的心脏猛的一跳 从来没见过这样场景的她 正在原地 等到反应过来 准备拦住这个女人的时候 第二个耳光接踵而至 啪 一左一右两个耳光 吓傻了在场的所有人 也让路过的行人停下脚步 驻足观望这边的动静 火辣辣的耳光 疼得路过生浑身颤抖 不只是疼的 同时还是气的 街道上车水马龙 可这边的气氛 却格外压抑死寂 除了准备上前 却被老前辈拦住的王力以外 其他认识韩熙的人 秉息凝神 呼吸都变得紧张了起来 路过生咬着牙 死死瞪着面前的前妻 愤怒地斥责道 韩熙 你是不是疯了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这是袭击公务人员 我有权逮捕你的 逮捕我 韩熙凶器的唐微微起伏 死死盯着眼前的路过生 行 逮捕我可以 我就站在这儿 你路过生有本事 现在就把我抓走 李承皱着眉头 上前劝劫道 弟妹 不管你和老陆之间有什么矛盾 你刚当的所作所为 都有些过分了 好歹也是夫妻一场 有什么事 不能私底下聊 韩熙头也不回地开口道 这件事 和你们没关系 这是我和他路过生之间的事 被韩熙如此忽视 李承脸上也有些挂不住了 我告诉你 你再这么闹下去 的话会得到什么后果 还用我和你说吗 韩熙对李承的话视而不见 直直地瞪着路过生 被愤怒冲昏头脑的他 眼神阴沉地 让人觉得可怕 和这样一双眼睛 对视的路过生止住了嘴 但急促的呼吸 足以证明他现在情绪 究竟有多么愤怒 路过生 我把好好一个孩子放在你 那你怎么给我抚养的 我以为你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以为路过待在你那 不会出什么问题 每次和你发信息 问路过的情况 你告诉我他没事 不用我操心 结果 你他妈就是这么 给我照顾孩子的 你配当一个父亲吗 本想着尽快平息事端的里程 在听到爆发矛盾的原因是 来自于路过生的儿子以后 忽然说不出话了 就算两个人现在毫无关系 但孩子的存在 是一条断不开的纽带 父母因为孩子爆发矛盾 纠葛事再寻常不过的事 清官难断家务事 说的就是这个理 孩子的问题 自然也包括在 所谓的家务事这里面 路过生怒目言争 加大嗓门质问道 我不配当一个父亲 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教育路过 难不成我就眼睁睁地 看着他学坏 和不三不四的人混混 高考连到二本都考不上 这就叫教育了 一想到韩熙今天的无理取闹 竟然是因为路过后 路过生的情绪 就难以维持冷静 他对路过抱以深切的期望 可他又是怎么回报自己的 偷老是东西 和同学打架 成绩一落千丈 到了现在还学会顶嘴动手 甚至还离家出走 他路过生 虽然没什么大本事 可最起码是个堂堂正正的人 有这样一个败坏门风儿子 他宁愿自己当初没生下他 愤恨 失望 种种情绪浓缩在韩熙的瞳孔里 他真后悔 当初听信了他一家子的鬼话 把孩子送了回去 我不管路过和你说了什么话 他要是不想 当我路过生的儿子 我就当没他这个儿子 话刚说完 一边的里程上前沉声劝道 老路 有什么矛盾不能好好说 路过是你的亲生儿子 说不要就不要算什么事 正在气头上的路过生 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伸手指着韩熙骂道 死母多半 我看看路过到你 那能变成什么样 迟早有你后悔那天 看着不知悔改路过生 韩熙怒急返笑 心情反倒一瞬间平复了下来 好 从今往后 我的孩子我来抚养 路过不会再和你有任何关系 这辈子 我也不会让你见到路过 韩熙反常的态度与举动 让路过生心里 漠然浮现出一丝不安 可这股不安 也只是转瞬即逝 没有久存 就在韩熙转身 路过生以为 一切已经结束的时候 一个身穿西服 气质儒雅的男人 从副驾驶走了出来 看见走来的身影 路过生表情一正 心里的不安 感觉愈发强烈 随之而来的 便是汹涌的愤怒 第52章 不签试吧 那就等着法院的传票吧 现在心情怎么样 好点了没 已经好多了 谢谢你小云 苏明威和陈云走在马路上 两个人就这么在大街上 待了一下午 途中去看了看街头表演 吃了些甜点 还去了动物园 去看憨态可惧的大熊猫幼崽 天色将晚 两个人没有选择坐地铁回去 都想要在一天中 最后的时间里 享受片刻的闲暇与温馨 要说吧 陈云这边正说着话 可说了好一阵 始终没有听见闺蜜的回应 等她转过身 这才看见一边的闺蜜 站在了原地 正然地看着马路对面 看什么呢 看得这么入眠 陈云转过身 眼前看到的 却是皱着眉头 神情木然的闺蜜 明威 明威 啊 怎么了 你才是怎么了 认识那边吵架的人 苏明威紧敏双唇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该不会和陆过有关吧 那是陆叔叔 苏明威难难道 陈云惊讶地瞪大眼睛 对面和她吵架的女人呢 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 似乎有些眼熟 苏明威摇了摇头 心里愈发忐忑不安 对方身上 带给她的似曾相识的感觉 让她压力倍增 特别在看到韩熙 打了陆过声两记耳光以后 湮灭在过去的记忆 忽然重组清晰了起来 如果她猜的是真的 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才会让对方在马路上 给了陆叔叔两记耳光 苏明威本来以为 自己在接受完闺蜜的开导以后 可以做好忘记路过的准备 可亲眼看见 这一幕以后 她才发现自己的想法 究竟有多可笑 沉重的压力 快要让她喘不过气了 一想到两人吵架的原因 很有可能是源于路过 苏明威就没办法心安理得的 开始没有路过的新生活 明威 对 我们还是 小云 苏明威喃喃开口打断了陈云 陆叔叔刚才挨了两个耳光 打他的人 应该是路过的亲生母亲 手里的奶茶一下没拿稳 摔在了地上 但陈云已经无暇顾及这些小事 他整个人正在原地 哑然地张着嘴巴 心里顿时无味杂沉 副驾驶的男人下车以后 局势一下子就变得复杂 胶着了起来 路过生气的胸膛颤抖 瞪着眼睛指着韩熙 我告诉你韩熙 除非我死 否则路过别想当别人的儿子 老陆老陆 冷静点 韩熙对眼前的争吵视而不见 转头看向身旁的男人 微微汗手示意道 麻烦你了 张律师 张伟点了点头 负责地开口道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说完 他不乏沉稳地走上前 用复杂的目光 凝视委托人的前夫 你他妈还敢过来 被前妻要走自己的儿子 这还不算什么 但让路过生无法忍受的是 前妻的新欢 竟然就在车上 被两个人这么当面羞辱 任何一个男人 都无法保持冷静 陆国生挥舞着拳头 就要冲上前 但被一边眼疾手快的同事拽住 陆国生是吧 张伟语调平常地开口道 眼看张伟还敢开口 李承转头 看向了一边神色冷淡的韩熙 打了两个耳光 要走孩子还不够 你和老陆 究竟有多大的矛盾 非要毁了他 不够 韩熙冷声道 他陆国生对我儿子做的事 这么简单就想算了 来 你们放开他 我看他今天敢不敢动手 听着委托人说出 带有强烈主观 意味的叫唆言语 张伟没有任何恼怒 更不打算制止这种行为 因为 在他得知了具体情况以后 对待眼前这个委托人儿子的亲生母亲 生不出半点好感 如果他今天真敢动手 张伟绝对会用自己毕生所学 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 就算毁掉他的前途 张伟事后也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 这样的人 不配守护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 更不配当一个父亲 陆国生先生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张伟 韩女士与我之间的关系 并非像你想的那样 说着 张伟从自己的口袋里 掏出了律师证 打开证件 在陆国生的眼前晃了晃 一如电视剧中 警察逮捕犯人时做的那样 韩女士是我的委托人 刚刚你和韩女士之间的谈话 我都听见了 这里是一份承诺书 签上它 路过的抚养权 就会转移到韩女士身上 而你之前说出的话也会生效 看见张伟从口袋里 掏出一份承诺书 陆国生的身体僵在了原地 就连身边的同事都没想到 韩戏竟然做得这么绝 这次过来 竟然还带着律师 陆国生一下子冷静了下来 警觉地打亮眼前的张伟 你这是什么意思 张伟言简一呆道 字面意思 韩戏补充道 我说过以后 我的孩子我来抚养 陆国生的嘴唇微微颤抖 莫名的恐惧袭上心头 他接过眼前的承诺书 从头快速地扫量了一眼 在看到那句 我自愿放弃陆国的抚养权以后 愤怒去使他撕碎了眼前的纸张 哪怕死 他也绝不会就这么把抚养权 让给韩戏 看见陆国生的举动 韩戏面露讥笑 因为他早就猜到 陆国生会这么做 陆国生先生 我劝你最好在上面签下你的名字 因为到了法庭上 你赢的几率只有零 法庭 听到这两个字 陆国生的心脏猛地跳动了一下 韩戏与死网破的举动 让他心中的不安愈发强烈 迫使他咬牙问道 韩戏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就这么想从我身边 抢走儿子的抚养权 如果说韩戏前面扇尔光 请律师过来的举动 就已经让众人倍感震撼的话 那他后面说出的这句话 更让陆国生备受煎熬 你不配当我儿子的父亲 我告诉你 陆国生 要是我儿子出了什么事 我让你这辈子都寝食难安 永远活在痛苦中 不签协议是吧 那你就等着法院的传票吧 第53章 陆母 小玲 我看宁宁就别上学了 韩戏的话质地有声 也让陆国生的脸色一变再变 和前妻道上法庭算不了什么 可韩戏之前的举动 让陆国生感受到了 抚养权要是真落在了他的身上 以后他绝对不会让自己 靠近路过一步 陆国生强忍愤怒 嘴唇一再抽动 路过离家以后到底干了什么 他又和韩戏说了什么 数不清的疑问 让陆国生备受折磨 他想不通 一向形势冷静的韩戏 为什么会在今天 为了陆国发出那么大的火 同样是父母 为什么陆国在他面前 就事事让他不顺 到了韩戏 那就姚维起怜 一想到这么多年的养育 换来的却是毫不迟疑的背叛 陆国生就怒火难消 陆国现在在你那 他和你说了什么 陆国现在还没满18周岁 你就非要在这之前 抢走抚养权 迫于韩戏给他的压力 陆国生中是问出了 困惑他的这个问题 可在听到他的话以后 韩戏只是冷笑一声 用一种看垃圾一样的眼神 看着陆国生 就算我儿子还有一段时间 才能成年 我也绝对不会让他的抚养权 落在你的身上 你不配 陆国生双拳紧握 手背轻筋抱起 这个时候 张伟再度拿出一张 与刚刚被撕碎的那张 别无二致的协议 平静淡然的话语 在这一刻 让陆国生的脸无比僵硬 陆国生先生 这是转让抚养权的协议 我劝你 最好在上面签上你的名字 时间截止到陆国高考结束那天 时间一到 我会陪同韩女士再过来的 如果陆先生没有签名 到时候 我也只能和陆先生的代理律师 对不公堂了 陆国生久久没有伸出手 张伟顺手地给了他身边的同事 转头坐上了韩系的车 在二人驾车离去以后 一直压得众人 快要喘不过气的氛围 总算散去 李承欲言又止地 看着正正出神的陆国生 老陆 你和你儿子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时候 有资格问出这种问题的 也就只有 他这个老搭档了 陆国生气得胸膛直颤 脑袋都快要炸了 他知道什么 什么也不知道 看着陆国生的反应 李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有的时候不是我说你 你的脾气太直了 总不能和自己孩子相处的时候 也这样吧 现在的孩子和我们那一辈可不一样 总之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就先回去了 李承轻轻拍了拍陆国生的肩膀 不希望看见自己的老搭档 因为家庭的缘故 让自己前途有损 至于他能不能听得进去 李承不清楚 但他却清楚韩系的性格 过去和韩系打过交道 自然也看得出来他之前的态度 可不是开玩笑的 他是真想从陆国生手里 抢走陆过的抚养权 连成年之前的最后一段时间 都不想和陆国生扯上关系 如果不是陆国生对待孩子的举动 超出了他的底线 他怎么会做到 要和陆国生对不公堂的底部 李承一边连连摇头 一边准备去买点好吃的 回家犒劳犒劳自家婆娘 老陆不容易啊 和他相比 自家可就没那么破事 虽说儿子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婆娘长得也一般 可这么多年 家里没起火 靠的可不就是糟糠之妻 说起来 自家这糟糠之妻 也不是什么优点都没有 优点倒是有一个 那就是兄弟多 月明星熙 王立搀扶着陆国生 敲响了自家师傅的房门 咚咚咚 几灵匆忙的脚步声 隔着房门传到王立耳边 他皱着眉头 心里想着待会客套两句 就赶紧撤走 真要被师母缠上 再问起自家师傅 怎么喝了这么多酒 他多说少说都是错 倒不如老老实实 当个两耳不闻窗外式的傻徒弟 门开 几灵的身影走了出来 老陆 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 不就说随便吃一口吗 王立连忙把自家师傅的胳膊递了过去 师母 师傅送回来了 我就先回去了 几灵客套道 小王 进来坐一会儿 喝杯水再走吧 王立的脑袋 摇得跟个波浪鼓似的 连连拒绝道 不做了不做了 我待会儿还得打车回去 晚了我家那口子 又该生气了 见几灵态度松动 王立匆忙留下一句客套话 就立马闪身走人 几灵艰难地搀扶陆国生走到客厅 现在才八点多 离睡觉的时候明显还早 在把陆国生放到沙发上后 几灵脱下了他的衣服 从口袋里拿出了手机 看见手机停电关机 他顺手给手机冲上了电 又备好一杯清水和垃圾桶 随时准备应付呕吐的情况 原本的四口之家 一转眼就变成了两口之家 突如其来的冷清 让几灵只能哭坐在一边 百无聊赖地看着前方的电视 虽说在看电视 但几灵一直心不在焉 心里想着 等到明天 一定和老陆聊聊 不能再让两个孩子 继续在外边住下去了 如果年纪大了 还能自己赚钱 一个人住 倒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可宁宁现在才高一啊 再怎么和女儿吵架 总不能对孩子不管不顾了吧 就在几灵还在想 宁宁今天晚上吃的是什么的时候 自己放在一边的手机 忽然响了起来 铃声在这一刻格外清晰 几灵拿起电话 看了眼来电显示 发现是妈打来的以后 她的眉头轻轻地皱了起来 喂 妈 这么晚打电话 是有什么事吗 电话那边 王娥带有浓重口音的声音 响了起来 不管听了多少遍 几灵对王娥的口音和语速 还是很不习惯 甚至对方说得快些 她还得仔细想想 才能听懂她说的是什么 小灵啊 国生呢 刚才打了几个电话 怎么都没接 几灵看了一眼陆国生 她今晚去同事家吃饭 喝醉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回来的时候 手机没电了 啊 那宁宁呢 妈很长时间都没看见宁宁了 提起自己的女儿 几灵没语间的不悦 愈发明显 妈 宁宁现在不在家 你有什么事就和我说吧 王娥显然没听出来 几灵语气中的不悦 一心只想着自己 能不能做成这件大好事 说话的时候 还压低了声音 像是生怕被人听到一样 小灵 妈和你说 村东头老李家的大儿子 今天回来了 他现在可挣大钱了 回来的时候 都开的小汽车 穿得可洋气了 妈从村里人嘴里 打听到李家老大 现在还没对象 妈寻思 宁宁在你那继续上学 也没什么用 倒不如 妈 几灵不由自主地拔高嗓门 不满地斥责道 妈 我和国生都说了多少遍了 你就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就行 有时间 我会和国生回去看你的 宁宁的事不用你管 王娥善善地笑声传来 好好 妈不说了 不说了 小灵你别生气 几灵的右手紧紧握着手机 不满于自己婆婆做出的糊涂事 但又对此无可奈何 正想着尽快结束 这通电话的时候 一边的陆国生 迷迷瞪瞪地睁开眼 嘴里含糊不清道 嗯 妈打电话了 几灵愤懑地瞪了陆国生一眼 直接把手机塞给了陆国生 给 你去和你妈好好聊聊吧 撂下手机 几灵转头进了房间 第五十四章 幸福的梦境 陆国生迷迷糊糊地拿起手机 还打了一个嗝 声音被王娥听见了 她好奇问道 国生啊 怎么喝了这么多酒 是不是和领导喝的 要是和领导在一起喝酒 你可千万别扫了领导的性子 他能和你喝酒 是器重你 王娥说了一大创话 陆国生这才后知后觉的回道 不 是和新来的一个徒弟喝的 王娥埋怨道 不是领导你 还喝那么多 身体出了什么事 你让小灵宁宁怎么办 小灵跟了你 可是你的福气 你可得把他给我看好了 千万别像你那个前妻 那女人一看 就不是个老师 不老老实实实照顾家 整天主意可挣了 还有他那个儿子 保不准就是 妈 陆国生不满道 陆国那是我儿子 是你亲孙子 都和你说了多少遍了 哥 好好 妈不说了 妈年纪大了 整天记不住事 你别跟妈生气 陆国生的口吻柔和了起来 下意识说起了方言 妈 在老家待得怎么样 二哥和二嫂的活累不累 王娥的声音激昂了起来 妈没事 你二哥和二嫂 昨天还念到等你有时间回老家 好好聚一聚 小二今年中的苹果 接得可大了 能卖不少钱呢 陆国生的脸上露出笑容 我也馋老家的苹果了 妈你给我带点过来吧 正好这一阵家没人 陆国和宁宁不在家 没人 王娥敏锐地觉察到 陆国生话中的漏洞 顿时询问起来 宁宁和你儿子呢 他们两个不在家 还能去哪 陆国生视线朦胧 想到了下午寒息说的那些话 一股火气顿时喷涌而出 带着怨气 陆国生不假思索道 儿子 我可没路过这个儿子 一边说着 陆国生一边发泄着心中的怨气 醉酒状态在家母亲打来电话 他可以毫不顾忌地 在母亲面前撤下心房 寒息下午还找我要从我这儿 抢走陆国的抚养权 王娥打断道 啥是抚养权 妈 就是以后陆国不是你亲孙子了 王娥喜不自胜 当即就要开口庆祝 恭喜自己的儿子 可下一秒 为了这事 他还打了我两耳光 什么 王娥顿时火了 那个不要脸的女人还敢打你 儿子你等着 妈现在就过去 给你讨个公道 现在 王娥连忙改口道 等家里这边都忙完了 妈再过去 陆国生笑了笑 嘴上还不忘叮嘱道 妈 来的时候 别忘了给我拿点老家的苹果 妈记住了 啥事能忘这件事 妈绝对不会忘 那我挂了呀 韩西身心俱疲地回到家 两个女儿还没睡 正坐在沙发上聊着什么 心事重重的韩西 没有觉察到两个女儿身上的异样 直到小女儿喊了一声 韩西这才回过了神 思索许久 韩西还是没有勇气 告诉两个女儿儿子病情的事 但有些事还是需要要说的 婉西 初安 妈和公司商量过了 决定换个不忙的岗位 这样以后也能在家办公 初安 等周一的时候 我和你一起去学校 以后就别住宿了 女儿班人说的话韩西还记得 她不清楚 小女儿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她觉得 或许是和同学相处得不愉快 这种事情 她早就经历了 自然也不会强行要求女儿继续住宿 有些事必须尽早解决 拖得太晚 只会产生难以估量的结果 这也是韩西从路过身上悟出的道理 只可惜太晚了 陆婉西和许初安四目相对 瞳孔中揭露出疑惑的神情 妈 你怎么 韩西强颜欢笑 默然转移话题道 说起来 你们两个也很久没见到路过了吧 妈打算暑假把路过接回来 你们觉得怎么样 韩西没有说 路过现在外出自己居住的事 也没有说路过来了以后 她就再也不会送回去的决定 因为接回路过这件事 韩西也不确定能不能成 但不管结果怎样 她也绝对不会再让自己的儿子 和路过声牵扯上关系 哪怕路过不愿认她 许初安欲言又止 眉头倾锁 沉默一阵 许初安喃喃开口 妈 我想割了 一边的路婉西 脸上虽然露出几分喜色 但更多的还是愁云 她想到了之前路过对自己的态度 还有那天接的那通电话 路过真的愿意回来吗 韩西看见路婉西脸上的愁苦 还以为大女儿是在担心经济问题 于是连忙安慰道 别担心 妈这些年攒了不少钱 就算搬了新家 但把你们养到牢 也不是什么问题 路婉西强颜欢笑道 妈 那就把弟弟接回来吧 听见两个女儿对路过的称呼 韩西心里的不安 总算消失得无影无踪 现在 摆在她眼前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路过的态度了 晚上躺在床上 吃了退黑素的韩西 再度失眠 前路的胃部 让韩西一阵心慌 她四肢无力 全身犹如陷入波涛汹涌的深海 不受控制地 被海流卷入海底 在忐忑不安中 韩西终究还是闭上眼睛 睡了过去 这一晚韩西做梦了 她梦到家庭和睦 儿子也没有心理问题 一家四口信信服服地生活在一起 她还见到了路过成家 孙子出生 但唯独让她觉得可惜的是 而媳妇生下孩子的时候 就难缠死了 在漫长幸福的人生里 韩西没了什么大病 临死的时候 所有孩子都出现在了病床前 看到三个孩子 全都事业有成 自己再也没有后顾之忧后 韩西满足地闭上了眼睛 和世界撒手人寰 第五十五章 迈向好学生的行列 这么简单的一道题都错 这明显就是一道送分题 连最基本的反应现象 都能给我记魂 你们上课都听什么了 高考就要到了 你们马上就要上战场了 都什么时候了 心里没点数吗 临上战场前枪 都能给我弄丢 王一 把我刚才说的反应现象 超五十遍 中午写完 给我送到办公室 讲台上 化学老师李霜操着一口小奶音 恨铁不成钢的交易下面 心不在焉的学生们 是 高三任务是重 可这里高考还有几天啊 教过的东西 全都还回来了 就这态度 他都能想到 成绩出来以后 化学这一门得丢多少分 以后 他在其他客人面前 都抬不起头 要不是老师不能上场 他都恨不得 替那些化学不好的学生考试去了 一想到就是下面这一群 心不在焉的学生 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就要参加高考 李霜就一阵揪心 不过担心归担心 十一班上 还是有给他睁脸的学生的 除去那几个尖子生 路过还有瞎了眼 才选出来的课代表化学成绩 最近突飞猛涨 上次的测验化学这门单科成绩 直接跃到前十 最让他好奇的 还是路过 对于这个学生 李霜仅有的印象就是 成绩寻常 性格有点冷 不太爱说话 可偏偏就是这几天的时间 不光是化学 就连其他学科的成绩 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这可把李霜和其他客人吓了一跳 仅仅化学这一门 路过就直接提了快三十分 七门加在一起 那可就是二百亿 四舍五入一下 总分提高三百 也不是什么难题 要是路过的尽头 能保持到高考结束 李霜都不敢想 路过能取得一个 什么样的成绩 这样一招顿悟的好学生 他可不能坐视不理 看着路过被张成带坏 李霜迈着大长腿 走到了最后一排 一巴掌打在了张成的头上 什么时候了 还在聊天 聊什么呢 说出来让我听听 张成善善地笑了笑 没聊什么 没聊什么 他不傻 要是让大长腿知道 他刚刚和路过 在聊大长腿的腿 究竟有多长 他保证 以后化学这门课 注定没好日子过了 还有你路过 你最近的成绩 可是提升不少 马上就要高考了 继续保持 李霜认真叮嘱道 这几天可千万不能松懈 知道了没 路过听话地点了点头 一脸迷途知反的模样 看得张成目瞪口呆 这几天讲过的知识点 有没有什么地方 还不太明白 路过抽出一张卷子 伸手指向了最后的一道题 老师 这题我还有些不太懂 看见路过问的是最后一道题 李霜愈发肯定 路过这一阵的表现 不是弄虚作假的出来的 换作过去 他对于路过这样成绩中等的学生 只会让他们巩固基础 像最后一道大题该放弃 就要学会放弃 但这次 李爽心情甚佳地 俯身直点起了迷惊 路过听得极为认真 可苦了身为同桌的张成 他现在是放空也不是 做卷子也不是 每每想要认真做题 但身边传来的阵阵香气 就会分散他的经历 这或许就是幸福的烦恼吧 高三的45分钟转瞬即逝 张成感觉自己 就神游天外了一小会儿 时间就悄然来到了下课的时候 心改的铃声响起 朝气蓬勃 充斥着对未来希望的歌声 让大长腿结束了讲题的过程 兜兜转转一圈 李爽在临下课前 还是走到了路过这里 一番寒畅淋漓的解题结束后 李爽心味地揉了揉路过的脑袋 心里对路过的高考成绩 有了更多期望 今天中午吃完饭 要是还有什么地方不懂 就来办公室找我 谢谢老师 说完 李爽回到讲台前 留下一句下课 就带着自己的东西 离开了十一班 老洛 你小子最近吃了什么灵丹妙药 反而提得这么忙 见路过没有上厕所的打算 张成拉着路过胳膊 问起了这件 让他心心念念的事 路过伸展了一下身体 活动完才转头看向张成 他很想回一句软饭算嘛 但想了想 这种话说出来 还是有些太招人恨了 而且 在张成这个被保送的人的面前 他还没什么骄傲的资格 至少也得等他让江山 大出血以后再说 没吃什么 对了 下节什么课 你连下节是什么 正说着 张成忽然脸色一变 语气也沉闷了许多 下节是大茄子的语文 语文啊 路过轻轻叹了一口气 大茄子是所有老师中 最开始对他另眼相看的人 就连语文课代表都没有录过 被夸奖的次数多 在语文课睡觉 虽说没什么大事 但终究还是有些对不住 大茄子的关照 可是实在没办法 最近成绩提得有点猛 精力耗费的有些多 终究还是需要补补教的 老张 下节我打算睡一会儿 路过挤了几眼睛 你明白吧 张成表情一正 似乎明白了什么 你 下节是语文 你要睡觉 嗯 这两天学得有点晚 精神不太好 我现在有点犯困了 你觉得大茄子看不见你睡觉 路过无奈道 他又不进事 所以我才让你帮我看一下他 没办法 谁让大茄子教的是语文 下节又是他的课 行 我帮你看住大茄子 张成叹了一口气 一语双关道 谁让我欠你的 瞥见路过和张成有说有笑 苏明威露出复杂的神色 一边的陈云若有所思 出于对闺蜜的关心 他沉音片刻 终是提醒道 实在找不到和路过聊聊的机会 就去找张成吧 这一阵路过最近和张成聊的比较多 他可能知道路过最近的情况 当然 张成绝对不是最好的选择 陈云心知肚明 可是除了张成以外 另外一个最近和路过关系匪浅的人 却不在时一般 就算是陈云 也没办法从林梦嘴里 打探到什么消息 苏明威倍感无力地叹了口气 事情到了现在这种地步 他也只能这样做了 第56章 你还有脸问为什么 中午午休 路过吃完饭 就出发前往办公室 办公室的格局 和白领工作的区域 没什么区别 整个高中的老师 按照年级聚集在三块不同的区域 主任级别的老师 有自己的办公室 但通常像小崔 还是会和同年级的其他老师待在一起 这边还没等路过推门进去 眼前的门 正好被人从里面拉开 推门而入 路过淡然地朝着目的地走去 可下一秒 一道高挑的身影在前方站了起来 大长腿似乎是在活动身体 结果就看到了迎面走来的路过 等到路过走上前 李爽心未问道 是有什么问题不明白 说完 李爽就看到眼前的路过表情 有些不太对劲 紧接着 一道稍显厚重的声音 在李爽的位子里面响了起来 他在桌上小气的大茄子 抬头看了一眼路过 来了呀 过来吧 李爽没有说话 可眼神中的忧怨 还是暴露了出来 这种感觉 让他回想起大学时的一段经历 那次让他有过这种体验的 是一个他心仪的学长 时光荏苒 几年之后 又让他在自己的学上生身上 体会到了这种感觉 路过 稍稍精神了以后 大茄子皱着眉头问道 你是怎么想的呀 在我的课还敢睡觉 一边的李爽文生 放下了手上的笔 拿起水杯 不疾不虚地喝了一口水 新换的水还不错 有点甜 现在正在紧要关头 你的成绩好不容易提上来了 这才几天 你就要半途而废了 语文看起来简单 你也不能在课堂上睡觉啊 你上语文课睡一会 上化学课再睡一会 你这成绩不就白提了 李爽这个时候忽然开口道 路过 你要是敢在我化学课上睡觉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一听这话 还想着怎么教育路过的大茄子 忽然思路一顿 神色顿时有些尴尬 回过神后 心里对路过赶在自己课上睡觉的举动 就更加不满了 好家伙 在化学课不睡 到他语文课就困了 他今天必须得和路过好好说道说道 眼看路过还没回来 张诚又准备趴下睡觉以后 思来想去 苏明威还是鼓起勇气走了上去 张诚 张诚抬起脑袋 看见是苏明威以后 眉宇间闪现出一股反感的情绪 他隐藏得很好 但转瞬即逝的表情 还是被苏明威看到了 还是找我有事 苏明威盯着张诚的眼神 艰难地点了点头 张诚从座位上起身 意味深长道 你可真会找时间 那就去外面吧 走到了榕树下 苏明威心里顿时有些五味杂陈 这个时候 张诚的声音默然响起 你来找我 又是为了路过 看见苏明威点头 张诚再度问了一个问题 我能问问你 那天你找完我以后 为什么没去西洋红 苏明威要是没有找他出来 张诚或许就忘了苏明威找过自己的事 但事情已经发生 那他就不能视而不见 在知道一些事情以后 张诚对苏明威的态度 虽然称不上厌恶至极 但心里已经把他从同学这个行列中 排除了出去 那天 苏明威要是去了西洋红 或许他就知道了 自己当初到底做了什么喘事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 张诚可以肯定 在苏明威心里 有些东西远比路过重要得多 这样的人 又有什么资格 几次三番向他打探路过的消息 见苏明威说不出话 张诚没有再给他开口的机会 行了 我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 但有些人有些是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我劝你以后离路过远一点 路过已经忘了过去 你最好也忘了路过 别再试图靠近他了 我要回去睡觉了 张诚打算回班午休 苏明威沉默地拦在了他的面前 他用着近乎哀求的语气问道 别走 能不能告诉我 那天在西洋红里发生了什么吗 想到自己 从林梦嘴里听到的 有关苏明威的所作所为 张诚的视线 一下变得无比冷淡 我刚才说了什么 你没听见 路过现在不想 和你牵扯上关系 你还嫌路过 被你害得不够惨吗 苏明威五雷轰顶 正在原地不知所措 他的眼圈微微泛红 咬着下唇沉默了好一阵 才喃喃开口道 你知道路过 不等他说完 张诚不耐烦地打断道 是 我都知道 所以你还有什么想要问的呢 张诚话音刚落 苏明威的眼泪也流了出来 他不知道 自己因为什么而哭 或许是因为张诚的态度 亦或是路过告诉了张诚他的过去 总而言之 他现在很不安 脑海里止不住地会想起 陆叔叔挨巴掌的画面 明明路过都已经选择告别过去 迎接新生活了 可为什么路过的亲生母亲 还会做出那样的举动 眼泪在这个时候已经止住了 思绪也恢复了冷静 心里虽然还有些惶恐不安 但苏明威还是坚强了起来 只是声音里依旧带着一丝哭腔 我知道我对不起路过 但你能不能听我说完 我找你 真的有很重要的事 心脏像是被人捏住一样难受 但苏明威 还是说出了自己见到的画面 前几天 我 我看见了陆叔叔 还有陆过的亲生母亲 他们两个在街上吵了起来 陆过的母亲 打了陆叔叔两个巴掌 我找你是想问问这段时间 陆过身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 为什么 张诚开口打断 看向苏明威的眼神 已经带上了毫不掩饰的厌恶反感 苏明威 你还有脸问为什么 张诚加大声量 毫不客气地怒斥道 要不是因为你做的那些事 陆过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我告诉你 要是被陆过妈妈知道她身上的事 我和你没完 苏明威正在原地 失魂落魄地低下脑袋 张诚的话彻底让她陷进绝望中 她想不通 为什么张诚会把陆叔叔挨打的原因 说成是她的错 她到底知道些什么 给我滚开 眼泪顺着脸颊无声滑落 苏明威对张诚的责骂毫无察觉 第57章 争端爆发 陆过 老同学 你也配 放学后 张诚陆过 两个人一起朝着夕阳红走去 陆过是打算结束最后一次卖场 高考马上到了 这段时间她专心背口 等考试结束她 还会继续 而张诚 纯粹是知道这件事 以后打算放松一下 心里也存着和陆过聊聊下午那件事的打算 至于父母那边 张诚早就准备好了借口 他们听完后也没有反对 当然 张诚只是把和同学去酒馆 稍稍改成了去同学家帮同学补习 老陆你歌唱得这么好 以后不混歌谈 简直可惜了 实在不行给林梦当个制作人也还不错 她可是个小富婆 到了夕阳红 张诚还在眉飞色舞的和陆过聊着天 可转头一看 身旁的陆过已经停下脚步 一言不发的凝视前方 张诚顺着路过的视线看去 结果在里面见到了一个 让他意想不到的人 林森 不只是林森 在他身边 还有四个张诚从来没见过的人 四个人一如刚刚的张诚 眉飞色舞的聊着天 吵闹的声音和酒馆安静的氛围 格格不入 张诚加在四人身边 脸上时不时地陪着笑 江温这时走了过来 往常会在这个时间段 待在酒馆的江童童却不在 来了 收拾收拾就上去吧 路过目不斜视 童童呢 他奶奶今天过来了 小家伙和奶奶在一起玩呢 怎么 那边那几个你认识 江温觉察道 路过有些不太对 关心地问了一嘴 路过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老朋友了 江温轻声道 既然你认识 那就好办了 我去准备四杯酒 免费送你朋友了 你让你的朋友稍微小点声 太吵容易影响其他客人 路过点了点头 行 我知道了 等到江温走后 张诚狐疑地打量路过 那四个真是你朋友 路过头也不回道 你先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吧 我去和老朋友叙叙叫 张诚站在原地 心中的不安愈发强烈 林森几人还在聊着天 这时 蒋超的余光觉察道 有人正在靠近 抬头一看 路过正朝着这边走来 其他人也觉察到了 蒋超的举动 再看到路过 其中一个穿着黑色背心 留着寸头的王浩忽然笑道 呦 你们快看 大哥新来了 细血的语气 自然引得其他几人的笑声 唯有林森和蒋超 神色愈发不自然 等到路过靠近 王浩也不管路过的想法 都和你们说了 你们看到的那个人 是我初中同学 你们还不信 现在你们信不信 王浩正说着 路过这边正开了他的束缚 淡然地看了一眼 面前不认识的一男一女 王浩神色微变 毫不在意地问道 大哥新 这几天可让我好等 今晚打算唱什么歌 路过的嘴角勾勒出一道弧度 今天不唱歌 和你这个老朋友叙叙旧 王浩的表情有些意味深长 叙旧 我还以为你考上了一中 就不认我这个老同学了 以后你要是成了大明星 可千万别忘了我这个老同学 有句话是怎么说的了 狗富贵莫相望 你看 不愧是才子 又能写歌又有文化 一边说着 王浩还想像以前那样 拍打路过的脸 过去他就是这么做的 但这次 王浩伸出的手 却被路过潜在了半空 这一幕 让所有人的脸色 都变得有些不自然 欢闹的气氛 一下子戛然而止 而王浩的脸上 更带着明显的不悦 给我松开 路过没有松手 而是问道 王浩 你刚才说 以后我成了大明星 别忘了你对吧 王浩咬着牙齿 眼神阴沉地盯着路过 你放心 路过松开了王浩的手腕 眉毛挑动 我不会当歌手 所以我也没有必要记住你 你特么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这个时候 江温端着 四杯酒走了过来 不等江温放下酒 路过从从托盘上 拿走了一杯 直直地看着 处于暴怒边缘的王浩 你们几个太吵了 老板看你们 是我的朋友 打算让你们四个免费喝一杯 希望让你们安静点 不过 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在众人或惊讶 或疑惑的目光中 路过拿着酒杯的右手 做出了一个坡的动作 而他坡向的目标 正是站在他面前的王浩 准确来说是王浩的脸 老同学 你也配 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 暴怒的王浩挥动着拳头 准备向着路过的脸上招呼 这一刻 超出常人的反应力 让早就有所准备的路过 躲过这一拳 同时 路过的反击 也落在了王浩的脑袋上 不愧是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王浩带来的那对一男一女 最先反应过来 一起朝着路过扑了过去 远处 一直担心电念路过的张成 剑步朝着这边冲了过来 张成的加入 给路过分担了一些压力 在情绪处于明显波动的人 根本不会在意 眼前的人到底是男是女 张成就是这样 一脚就踹在了女人的身上 而王浩在挨了一记重拳以后 明显有些发愣 大脑还没等恢复清醒 路过则趁着这个时候 看向了王浩带来的男人身上 体型并不逊色于对方的路过 轻而易举地 潜注对方的挥出来的右臂 右脚顺势递到他的脚后 全身发力 一下将男人重重摔在了地上 在对方还在吃痛的时候 路过毫不留情地补了两巴掌 暴裂的动作 活面无表情的脸 带给周围围观的人极大的冲击 所有人都没想到 一直在这里卖场 浑身都带着文艺范儿的路过 竟然这么能打 此时此刻 酒馆随着打架的爆发 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江温和一些熟悉路过的老顾客 上前劝架 其他人纷纷拿起电话 打起了报警电话 路过被江温和其他几个顾客 束缚住了身体 至于张诚 脸上挂着几道鲜红刮痕的他 一边骂着各种误言晦语 一边在不要命地试图挣脱束缚 这一幕 让一直在旁围观劝架的林森和蒋超 心脏狂跳 同时又感到无地自容 第58章 什么 路过和别人打起来了 你们两个给我等着 王浩气急指着路过张诚叫骂道 我他妈要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我王浩这辈子就白活 百分号人民避雨 百分号与新号百分号一连串的乌言汇语 脱口而出 张诚指着王浩的鼻子破口大骂 变着花样的词儿 听得江温瞪圆了眼睛 他没记错的话 这个人应该被保送了吧 愣神的功夫 好不容易平息地争斗 因为三言两语再度有了爆发的迹象 江温冷冷地扫了王浩几人眼 大声吼道 在我的店打架骂人 谁他妈给你们的胆子 绑大妖元的江温瞪着眼睛的模样 极具威慑力 一句话就震得王浩说不出话 我告诉你们 警察没来 今天你们几个谁也别想走 给我乖乖待在这儿 说完 他还给嫁住路过的顾客 使了个眼神 路过和张诚就这么被人松开了 张诚仍在信头上 还想要冲过去 但被路过拽住了胳膊 给他拉到了一边 江温扫了路过一眼 没好气地开口道 你小子不说是朋友吗 怎么端个久的功夫 就能给我打起来 不好意思江哥 看见老朋友 情绪有点激动 江温嘴角抽动 你这可不是有点激动 要不是被我们拦住了 我看你小子压根 没有收手的打算 路过笑了笑 没再说话 他以为自己 忘记了过去的经历 带给他的影响 可有些事 不是他想忘就能忘的 就算现在的他 不是亲身经历者 但刻在骨子里的 愤懑与狠意 还是让路过 在见到王浩的时候 决定为自己出一回气 行了 有些事我就不说了 待会儿警察来的时候 我可不能像当才那样 明目张胆地帮你了 江温值得帮忙 是在王浩几人挨打的时候 没有第一时间阻拦 确认路过没什么问题 发泄完火气 他才装模作样地 和其他顾客拦住了路过 江哥 这次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 真是对不起了 这里面有些钱 就当做耽误营业的赔偿吧 路过掏出银行卡 递了过去 江温一巴掌 打在了路过的手上 你小子动手的时候 怎么没想起来我 就你手上能有多少钱 等到江温走了 路过转头看向身旁的张诚 一看到对方挂踩的脸 路过的第一反应 就是笑了出来 怎么说呢 张诚的举动 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 就是有些高估了自己的本身 笑笑笑 有什么好笑的 张诚红着脸 愤懑地回对了一句 他知道自己丢了人 可那也是对方不讲武德 在他分神的功夫上来偷袭 要不然张诚非得打死那娘们不可 这次谢谢你了 都是朋友 哎 你小子该不会像以前那样 没把我当朋友吧 以前只当你是一个 有点烦的同桌 现在路过语气一顿 肯定开口 是朋友 面带笑容的张诚 轻轻碰了路过胸口一下 打完以后 想过怎么办吗 路过示意张诚的挂踩的脸 忽然问道 张诚轻哼一声 只是路过的眼睛问道 那你动手的时候想过吗 没有 嘿 巧了 我也是 张诚笑完扬起脑袋 五味杂陈地叹了口气 感慨地说道 反正我都保送了 我家那两位 也不可能因为这件事打我一顿 说不准还会损我出息了 都会打架了 你不知道 以前我上学的时候 都是被欺负的那个 我爸妈过去 没少因为这件事担心我 你不知道 过去我妈在我上高中的时候 有多担心我 生怕我和同学 打好不了关系 被同学排解 张诚想到了过去的经历 眼睛漠然有些湿润 路过轻轻叹了一口气 一时无言 这个时候 揣在上一口袋里的手机 忽然响了起来 看见来电人 路过对着张诚使了个眼色 然后接起了电话 喂 路宁宁的声音 在电话那边传来 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 要不我过去找你吧 路过想到自己闹出来的动静 面不改色地回应道 我这边遇上了一些事 今晚估计回不去了 你帮我给江老师 打个电话请个假吧 明天可能也去不了了 哥 你那边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路宁宁的声音带着些焦急 害怕自己哥哥出了什么问题 没事 就是出了一些意外 哥你等着 我现在就去西洋红 路宁宁那边电话还没挂断 江温这个时候 从后面走了过来 很显然 她听到了路过刚刚说的没事 与火未消的她 阴阳怪气地讥讽道 还没事呢 你是没事了 挨揍的那几个 我看是不小 今天你不大出血 恐怕是不能善了 江温的话被路宁宁听得一清二楚 她怎么也没想到 哥哥竟然在酒馆里 和人打架了 焦虑不安的她 第一时间就是担心 自己哥哥有没有受伤 伤得严不严重 等回忆起江温的话 路宁宁这才松了一口气 顾不上校服 还没换得她挂断电话 穿上了鞋 一边跑出门 一边给江山打去了电话 电话接通的第一时间 路宁宁便大声地喊道 江老师 我哥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你别接 告诉我你哥现在在哪 路宁宁宇速飞快 她在西洋红 和人打起来了 还在邪教案的江山 闻声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怀疑耳朵出了问题的她 又问了一遍 你刚才说什么 路过和别人打架了 对 就在西洋红 江老师 你快过来吧 我现在就过去 马上 电话挂断 江山也不上 组织吩咐的任务 抄起一边的包 就准备出门 幸好她没像往常那样 换上睡衣 要不然 等她赶过去的时候 学生断眉了 坐上了车 江山给路过打去了电话 手机里传来的关机提示 格外刺耳 气得江山胸膛直颤 好小子 把她折腾得要死要活 现在自己又开始装死是吧 行 看我过去以后 怎么收拾你 第五十九章 擦肩而过 姓名 路过 性别 男 年龄 十八 背面坐着的年轻警察神色微变 语气严肃地斥责道 高三学生还在酒吧和人打架 你哪个学校的 老师是怎么教你的 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 是要被留暗底的 路过面无表情 眼神依旧淡然 说吧 因为什么动手 因为不想挨打 所以就选择提前动手 年轻警察猛地拍了下桌子 不想挨打 就提前动手 谁教你这么做的 路过垂下脑袋 将自己的注意力 集中在了警察前方的桌子上 出神地看着桌子上的一条 微不可查的纹路 年轻警察的声音继续响起 你现在未成年 在家对方不想追究你的责任 现在给你父母打电话 让他们过来 赔偿伤者医药费 这次算你运气好 对方伤得不严重 下次你要还敢 和别人动手 可就不是交几万块钱医疗费 就能打发的了 看看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签上你的名字 就可以走了 警察把笔录递到路过面前 路过拿起笔 毫不犹豫地 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见到路过的举动 年轻警察皱起眉头 眼神中流露出明显的不满 路过被另外一位女警 带着走到了大厅 在大厅里 见到了已经出来的张承 以及赶来的路宁明江山 女警还以为 江山是路过的亲属 于是上前询问道 你是路过的家属 我是她妹妹 路宁明交集开口 江山紧随其后道 我是她的老师 女警听到两人的陈词 微微皱起了眉头 眼神落在了一旁的路宁明的身上 那你们父母呢 让他们过来 交完医药费 就可以走了 不用他们过来了 路过从口袋里拿出银行卡 这里面有十万块钱 应该够赔偿他们的医药费了吧 说完 路过把卡递给了面前的女警 张承急不可耐地站了出来 你把钱交了 那我呢 路过看了张承一眼 语气淡然道 赔偿的事 我一个人就够了 你还是想想 等你父母来了 以后怎么向他们解释吧 路过被警察带着 将卡里面的钱 转给了王浩 整个过程干净利落 毫不拖泥带水 王浩做主决定 向路过要七万的赔偿费用 这还是在鉴定完伤势 确认没什么大事的情况后 做出的最优决定 但在看到路过不用找来父母 就毫不费力地拿出七万以后 王浩忽然有些后悔 自己的草率举动 还是要少了 牵到手以后 王浩恶狠狠地瞪了路过一眼 独自一人离开了 因为其他两个 都已经被父母带走了 另一边 林森和蒋超刚准备走 却被一边的江山开口叫住 林森 你先别急着走 说完 江山毫不在意地看了蒋超一眼 蒋超也心领神会 灰溜溜地离开了 老师 林森深吸一口气 紧张地走上前 江山从上到下打量着林森 眼神带着明显的愤懑 林森 你和你朋友去西洋红这件事 你父母知道吗 不知道 江山又问 刚才走的那几个是你什么人 有两个是初中同学 另外的两个我不认识 林森 江山沉声斥责道 我不管你和路过你们两个 到底有什么矛盾 但我告诉你 你现在和路过才是同学 我本以为这件事就只有一个路过就够了 想不到里面还有你的事 没有帮着你的朋友对自己同班同学动手 你还算有点底线 林森被江山说得面红耳赤 不敢抬头 话我就说这么多 剩下的等你家长来你亲自和他们说吧 你的事 我会如实上报给学校的 你就等着学校的处理吧 说完 江山猛地转过身 看向了路过 别以为你就没事了 你也一样 张诚黑黑地笑了出来 结果就被江山踹了一脚 笑 你还有脸笑 保送了就当自己没事了 明天 但凡有一个老师说你扰乱课堂秩序 你就给我等着吧 江山的一番斥责 直接让大厅的警察 还有报案人看傻了眼 紧接着 外边响起的引擎声 就将众人的视线吸引了过去 外边的景象让路过眉头轻皱 而陆宁宁有些担忧地 抱住了路过胳膊 透过敞开的大门 可以看见几十位警察 压着浩浩荡荡的人群 从车上走了下来 这群人中以女性居多 各个穿得花枝招展 脸上浓妆艳抹 队伍中仅存的一些男人 则是低着脑袋 如同一句句行尸走肉 张成看傻了眼 侯杰下意识地蠕动了一下 乖乖 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这阵仗 话刚说出口 脑后就传来了疼痛感 江山瞪着张成开口道 你要不想让你的事迹全效皆知 就给我收回你的眼神 张成老老实实地收回视线 可余光还是忍不住偷瞄几眼 这边几人正说着 之前审讯路过的警察 大步迎了出去 和外边的一个男人聊了起来 江山出来的有些急 没戴隐形眼镜 根本看不清外面的情况 看了一会热闹 江山就准备带自己的学生走人 继续待在这 他怕自己以后就没眼见人了 走 老师 我父母还没来呢 张成不合时宜地开口道 江山一言不发 大步走了出去 路过和陆宁明一个淡然 一个紧张地走在江山身后 这时 警察们正要压着带回来的犯人走进去 两队人正好擦肩而过 张成好奇地向旁边张望 结果就和一个中年警察对上了眼 张成非常清楚地看见 对方的眼神先是寻常 然后猛地一震 再然后 对方的瞳孔中满是震惊 顺着对方的视线 张成发现了对方真正看着的人 男人看的不是他 而是身旁的路过 第六十章 你会后悔的 给我站住 停车处 路过声怒目而视 开口叫住了路过 压着犯人的李成吓了一跳 刚想开口问问怎么回事 眼睛就看到了一边的路过等人 他是认识路过的 路过的模样 和初中的时候就没什么区别 更别说李成有着过目不忘的本事 行了行了 没你们的事 带着他们先进审讯室 李成摆摆手 让其他人赶紧去忙正事 至于李成本人 看了一眼就跟上了大队伍 清官难断家务事 只有王立这愣头青 还站着不走 师父 你和他认识 王立睁大眼睛问了一嘴 路过声沉默不言 而王立在想到路过名字以后 就明白了答案 一开始他没想过 眼前的路过就是路过声的儿子 他才刚毕业没多久 对身边同事了解得不深 而且路过声根本就没和他提过这件事 王立 他来这儿是干什么来了 王立皱起眉头 欲言又止 他 他和别人在酒吧打起来了 然后顾客就报警了 打起来了 路过声感觉有些窒息 脸色在本就昏暗的环境中 显得更加阴沉 时隔几天再度看到自己的一双儿女 只不过路过声没想到 竟会是在这个场合和他们见面 哈 路过声喘着粗气 眉毛拧到一起 行 路过 你可真行 我就是这么教育你的 爸 路凝凝怯声声地喊了一声 路过声怒斥道 给我滚过来 你要是再和路过待在一起 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 路凝凝五味杂陈 他抬头看了路过眼 看见的是路过首肯的眼神 过去吧 哥 我 路过温声道 没事 这次是哥让的 路凝凝犹豫地迈出脚步 走到了路过声身边 我问你 谁让你和别人打架的 路过声怒目原争 沉声质问道 说话 沉闷压抑的氛围 笼罩着每一个人 所有人都在等着路过的回答 路过淡然地看了路过声一眼 心里对于暴怒的路过声 生不出一丝波澜 回答了又能怎么样呢 罪名一旦成立 无论怎么解释 嫌疑都洗不清的 这种事路过早就在初中的时候 就明白了 我没什么可说的 还有事吗 没事的话 老师我们就走吧 路过声眼神中的失望 清晰可见 他死死咬牙 恨不得现在就给韩西打电话 让他过来看看 路过这番德行 他路过声 怎么就生出了这么个儿子 他韩西有什么脸面说 我不配当路过的父亲 就算不配 那也是他路过 不配当他的儿子 你这个畜生 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儿子 给我站住 今天你给我老老实实 待在看守所 王力尴尬开口 师父 另一方的人 已经同意和解了 钱都给出去了 而且 王力补充道 对边那个几个人里 有一个身上有暗敌 路过声扯着鼻子喊道 有暗敌也不行 身为我路过声的儿子 就不能知法犯法 他看向路过 你这几年学都白上了 我看高考你也别去了 我路过声宁愿这辈子 都把你拴在家里 也不愿意在监狱看见你 路过悠悠开口道 所以事情就结束不了了 对 今天你要是赶走 我路过声 就当没你这个儿子 一直保持沉默的江山 忽然开口道 路先生 你还是先冷静一下吧 这次的事 责任或许不在路过身上 路过打断道 江老师 你不用替我解释 这次是我先动的手 他们也没对我做什么 江山拼命地 给路过使着眼色 路过对此视而不见 让他的一番苦心 复之东流 你看 这就是他说出来的话 走吧 我有点困了 路过轻声开口 抬腿就准备离开 身边的几人紧随其后 只有林森显得格格不入 就在路过和路过声 即将擦肩而过的时候 路过声拽住了路过的胳膊 不放他离去 路过尝试挣脱了一下 第一时间没能摆脱 手腕处传来的力量 看见路过还敢反抗 气急的路过声 忽然松开手 用空出的另一只手 一巴掌扇在了路过的脸上 路过脚步虚浮 精神状态和平常大为不同 他知道 这是胃疼的前兆 所以对于路过声的动手 路过根本反应不及 干净利落的一巴掌扇到了脸上 庞大的力量 让路过表情扭曲 脚步飘忽的他 更是身体不稳 倒在了地上 路过倒地的时候 身体和地面最先接触 随后脑袋重重地碰了上去 脑袋和地面的碰撞 一瞬间 就让所有人的心揪在了一起 除去林森路过声 所有知晓路过病情的人 都担忧地冲了上去 路过 你没事吧 哥 你怎么样 你别吓我 大脑依旧处于晕眩的状态 路过徐徐睁开眼睛 第一时间感觉到了 从大脑和胃部传来的疼痛 两个位置传来的疼痛 让路过很快地恢复了清醒 在其他人的搀扶下 路过缓缓地爬了起来 我没事 嘴上说是没事 但刚刚的撞击 以及路过发白的脸色 和肿起来的脸 让所有人心情紧张 路过全力绷紧腹部的肌肉 试图用这种方式 缓解胃部的疼痛 至于脑袋 一开始传来的晕眩感 已经不再出现 对他而言 脑袋的不适感 远远不及过去严重 他早就已经习惯了 走吧 路过虚弱地开口道 根本没去看路过生一眼 给我站住 路过生大声呵斥道 在看到路过倒地的一瞬间 路过生心里闪过了一丝担心 但在看到路过起来以后 仍然不知悔改 充斥他心里的情绪 转瞬间变成了愤怒 路过还想开口 但这次 江山站到了他的前面 冷眼看向路过生 你还有完没完 我江山活这么大 就没见过你 这么不负责任的父亲 路过生惊讶地看向江山 脸色铁青 不敢相信眼前的江山人 会对自己冷言质问 你要是再敢拦着我后学生离开 我现在就给市里领导打电话 问问什么时候 连我们的人生自由了 都不能由自己做主了 江山深吸一口气 冷声道 今天的事 你最好祈祷路过没什么事 他要是有什么事 后悔的一定是你 路宁宁咬着嘴唇 眼睛红肿 他失望地看了一眼自己的父亲 毫不犹豫地跟在路过身边 这一次 他没了离开路过 选择回家的理由 第61章 这次是坦白局 还没来得及把路过送去医院检查 张成的父母就赶了过来 江山只是草草交代了两句情况 张成就被父母带着离开了 整个过程没有对张成说什么狠话 更没当着江山几人的面 教训他一顿 等到张成被父母带着离开 江山也把林森打发走了 然后才转头看向了 唯一一个还没离开的人 行了 你就先回去吧 明天还要上课 我带你哥去医院就行 我也去 陆宁宁态度坚决 不放心江山一个人 陪着路过去医院 他亲眼看见自己哥哥 脑袋磕到地上 不亲自确认路过没事 他放不下心 江山忽然板起了脸 严肃地看着陆宁宁 你明天还上不上学了 有我在 你还担心什么 路过忽然开口道 听话 有老师在 没事的 这是钥匙 你先回去吧 明天还得上学 别耽误课堂进度 陆宁宁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收下了家的钥匙 看到陆宁宁的身影 逐渐消失在视线中 江山这才转身 意味深长地 看向面前脸色发白 状态唯靡地路过 走 现在去医院 路过挤出一副笑容 老师 我头现在不疼了 不用去医院 耽误老师这么久 老师 你也早点回去吧 江山鼻息加重 一字一字道 我没说带你看脑袋 他的目光沿着路过的眼睛 移到了他的肚子上 可以清楚看见 路过的身体 呈现出一个带有弧度的公字形 他的右手还放在肚子上 江山话语一顿 说出了剩下的话 我是说去看你的胃 脸上强撑出的笑容缓缓收敛 路过的心脏疏然一颤 我没事 就是耽误的时间长了 没吃饭的问题 江山紧盯路过的眼睛 竹子问道 你确定 路过 江山的气质 一下子有所转变 变成了不容冒犯的严施形象 你以为我把你妹妹支走 是在为你打掩护 这个时候了 你还想瞒着我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你的老师 身上的压力 随着江山说出这句话后 仿佛消敏一空 路过亲身开口问道 我有权利不说吗 江山咬牙威胁道 可以 把你住的房子给我腾出来 劫清我这几天的精神损失费 然后明天一早 给我交一份五千字的检讨 再在全校师生面前朗读认错 你要是现在答应 我可以不刨根问底 路过无奈苦笑 老师 我可是你的学生 你要是不答应 以后就不是了 那个 路过忽然转移话题道 我能问问老师 家里是干什么的吗 现在回答我的问题 江山步步紧逼 不给路过任何机会 他太清楚 自己的这个学生 是有多么心思深沉 如果不是第二次 见到路过状态不对 胃部疑似出现问题 他是不会选择和路过摊牌 接连两次出了问题 江山心里难免 浮现出一个可怕的猜测 连自己得了抑郁症精神分裂 都能隐忍不发 路过的胃 会不会也出现了什么问题 一开始这个念头 只是短暂的停留了一瞬 但通过刚才的试探 江山足以确定自己的猜测 恐怕成真了 路过的胃 可能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老师 你不去当侦探 真是可惜了 路过由衷地感慨道 江山咬牙开口 你以为这是谁逼的 别再打岔 赶紧交代情况 要不然 我现在就给你妈打电话 让她亲自带你去医院检查 路过心里一暖 知道江山是在故意逼迫她 实话实说 短暂愁处后 路过还是发觉自己 没办法对江山糊弄了事 绵长的叹息结束 路过的眼睛里 多出了一些释然 老师你猜对了 我的胃确实出了些问题 江山愈发忐忑不安 声音稍显颤抖地追问道 什么问题 路过徐徐吐出两个字 胃癌 江山站在阴影中 正正出神地凝视路过 一言不发 路过站在街灯笼罩的范围中 脸上还挂着一丝释然的笑意 到了什么程度了 江山压抑着胸中激荡的情绪 连带着声音也变得低沉起来 如果不是他觉察到一些端倪 路过是不是等到临死之前 才会告诉他 中期 路过淡然回应 话音刚落 江山快步走上前 不由分说地拽住了路过的手腕 拖着他朝着前方走去 走 现在和我去医院 老师 路过叫了一声 但江山毫无反应 他想挣开江山的手 不过虚弱的身体 已经不足以支撑他 做出这样简单的举动 和路过声不同 江山的举动虽然粗暴 但从里到外 都让路过生不出一丝反感 老师 现在时间太晚了 明天还得上课 手腕处传来的力度忽然变大 江山停下脚步 猛地转过身 借着灯光 路过看到了眼前红肿的眼睛 与满是严肃认真的脸 我现在真想看看你的脑袋里 到底装了什么东西 为什么这么严重的事 一直都在瞒着我 还上课 我告诉你 就算晚上没办法检查 明天乃至以后 你都别想去学校了 路过的身体微微抖动 他也分不清 是自己的胃 还是其他原因所致 只觉得自己的喉咙 像是卡了什么义务一样 让他极为难受 老师 别叫我老师 我没你这么不听话的学生 麻木的身体和无神的瞳孔 似乎恢复了一些活力 精神稍稍集中了一些 路过看清了眼前微微颤抖 眼泪已经满意而出的江山 走 江山抽气着擦了擦眼泪 没吃饭对吧 老师现在带你吃饭 多吃一点就不会得病了 被胃癌惊住的江山 开始胡言乱语了起来 单纯地认为 好好吃饭 就可以避免胃癌 从认识路过以来 过去只存在影视剧中的 悲惨情节 逐一在现实中上演 如同梦境一般的经历 让江山期待梦境中的奇迹 降临在自己学生身上 看到这一幕 本应该享受慰藉的路过 不由自主地伸出手 帮江山擦了擦眼泪 那老师能不能帮我保密今天的事 不吧 江山像是个孩子一样 耍起了脾气 你都瞒着我这么严重的事 我凭什么帮你 路过泪中 带笑地回应道 那我现在乖乖听话治疗胃癌呢 江山点了点头 路过路出笑容 老师 我有点饿了 走 我现在带你去吃饭 第62章 老不死的白眼狼 第二天一早 当所有同学到齐 早自习开始以后 大家都发觉 江山的情绪有些不太对 女人总是会有那么两天 除了亲身经历 昨晚的事的人以外 其他人都没怎么放在心上 只是稍稍摆正了一下坐姿 下一秒 王一 给我去后面站着去 大早上来了就睡 教室是给你睡觉的地方 都什么时候了 能不能长点心 江山一嗓子 惊醒了浑浑噩噩的王一 还不等王一起身走到身后 江山再度杀场秋点兵 张成 你也给我滚后面去 还有你徐子杨 我是不是没说你 一个个被点到名字的人 老老实实走到后排黑板下 几个难兄难弟 互相打亮了几眼 都不知道一大早 江山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火 等到江山 叫到路过名字以后 原本还在揣摩江山心情的几人 不约而同地 在心底为路过表示默哀 路过 你和我出来一趟 咨询是 路过像往常一样 刚坐在沙发上 结果耳边就响起了江山的责问 谁让你坐下的 路过只好站了起来 我昨天怎么和你说的 你又怎么答应我的 路过低声回应道 你让我今天不用来学校 去医院检查身体 江山深深看了路过一眼 大声斥责道 你知道还过来 快要高考了 你知道用心学习了 早干嘛了 现在什么重要 什么不重要 你分不清 还用我教你吗 现在 马上 收拾东西给我滚到医院去 我告诉你 放学以后 我要是见不到检查结果 我立马给你妈打电话 让她带你去治病 路过抬头看了一眼 正在气头上的江山 心里清楚 这次不再是试探了 我知道了 路过转身准备离开 你的事 我谁都不会说的 所以 你最好也信守承诺 江山的口吻柔和了下来 别让我失望 路过最后看了江山一眼 认真地点了点头 路过回到班 短暂地吸引了众人的视线后 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开始收拾东西 徐子阳见江山没回来 在家看到路过收拾东西 于是大胆地向路过问道 路过 老师找你什么事 张承随后也开口问道 老路 是不是昨天的路过开口打断道 没什么 就是身体有些不舒服 请假想出去看看 路过收拾好书包 但其实里面根本没装什么 除了几张卷子外 再无他物 大步离开班级 路过在江山那拿到架条 打车回到了自己的家 一直等到医院门诊开始上班 路过这才打车前往医院 一番流程轻车熟路的结束以后 路过见到了熟悉的地中海 哪儿不舒服 地中海医生正对着面前的电脑 见路过没回答 这才一开视线看向了路过 又来了 地中海医生不嫌不但地问了一嘴 他还记得路过 准确来说这一阵就没问过 当医生也有个几十年了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得了胃癌 以后还这么云淡风轻的患者 嗯 先去做个胃组织活检吧 对了 早上吃饭了没 没吃 胃组织活检结束后 路过带着报告再度找到了地中海医生 拿到报告 地中海医生一阵长虚短叹 嘶 你这情况 地中海医生本想借此机会 好好让路过认识到生命的美好 但还没等他张嘴 路过忽然张嘴问道 医生 现在治疗多大概率能够痊愈 地中海医生表情一正 放下报告 认真的看着路过 你现在的情况还没恶化 保守估计 治愈概率至少有七成 地中海医生叹道 你现在要是抓紧治疗 痊愈的希望很大 你还年轻 术后痊愈的很快 能不能先给我开一些药 我想等到高考结束 再正式治疗 地中海医生欲言又止 最后无奈开口 哎 我再给你开一些把相药 这一阵 你先用药物治疗 我可提醒你 高考结束以后 你可千万要及时手术 路过点了点头 上一次来的时候 医生给他开的药 路过没药 因为他没钱 这次 路过是真的想要好好吃药 调养身体 等到高考结束 想办法根治自己的胃癌 所以这一次 路过的感谢 极为真诚认真 麻烦您了 幸福花园 一辆出租车 缓缓停了下来 司机师傅 热情地打开后备箱 准备帮后排的乘客 拿出了里面的大袋子 沉重的蛇皮袋 让司机神色微变 最后还是搬了下来 大娘 车费一共七十五 你给个整 七十就得了 王娥刚刚还在感谢司机 帮他搬出袋子 可一听到车费 王娥的脸色疏地变了 什么 你说多少 司机显然还没意识到 事情的严肃性 重复了一遍价钱 本就严肃的面向 更显刻薄 七十 我告诉你 我儿子可是警察 我也不是第一次 从火车站打车来这了 人家最多管我要四十 你凭什么要七十这么贵 信不信我现在打电话报警 大娘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四十 你爱要不要 王娥从破旧的钱包里 拿出几张零钱 甩给了司机 司机拿起一看 分明只有三张 离王娥说的四十 还少了十块 看着周围逐渐聚集的人群 司机担心 闹下去吃亏的还是他 干脆收起三张纸币 按下车窗 看着正要离去的王娥大骂道 你个老不死的 剩下的钱我不要了 留着给你买棺材吧 马德 骂完 司机一脚油门离开了小区 王娥对司机的骂声充耳不闻 满面笑容的他 还在为自己省下几十块钱而高兴 守着装有苹果的蛇皮袋待了一会 王娥终于看到了一个 身强体壮的小伙子走了过来 哎 小伙子 能不能帮我把东西搬到九号楼 听到的小伙没有犹豫 二话不说走了过来 帮着王娥把东西搬到了电梯门口 蛇皮袋被绳子系得严严实实 根本看不清里面 小伙放下的时候没注意 力度稍稍大了些 瞬间引得王娥一番斥责 轻点 别磕坏我的苹果 刚想着帮王娥把袋子搬进电梯里面的小伙 脸色一变 狠狠瞪了王娥一眼后 转头就走 马德 白眼狼不少见 这么老的白眼狼 他还真是第一次见 怎么就不趁早嘎嘣了呢 晦气 第六十三章 路过 能回去吗 江山 不行 好不容易上到了七楼 王娥敲响自家儿子的门 可打开的门的 却是个身穿睡衣 打扮精致的长发女人 女人的刘海 用卷发棒卷起 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 你谁啊 大早上的就敲门 王娥哽着脖子问了一句 你谁啊 这分明是我儿子家 女人微微睁开眼睛 鼻液地打亮王娥的穿着 你个老东西 碰瓷还碰到我身上了 睁大你的狗眼 看看这是谁家 有病 与火未消的女人 狠狠地关上门 只留下信心的王娥 呸 王娥朝着女人的家门 吐了一口口水 嘴里还在念念有词 什么东西 穿得这么骚 一看就不是正经女人 骂了一通 王娥给自己的儿子 打去了电话 几秒钟后 陆国生接起了电话 喂 妈 怎么忽然想起来 给我打电话了 王娥脸上堆满笑容 你不是禅老家苹果了吗 我今天给你带过来了 陆国生听完人都傻了 妈你现在在哪呢 王娥笑了笑 妈现在到你小区了 陆国生现在脑瓜子嗡嗡的 不是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过来了 我二哥他们就没陪你过来 你也别怪你二哥 是妈不让他们告诉你的 再说了 妈又不是第一次过来了 还能丢了不成 陆国生沉沉地叹了一口气 也不可能因为这件事 就怪罪自己的母亲 行了妈 我现在就让小林回去给你开门 你等着啊 放心吧 我在九号楼等着呢 陆国生现在感觉自己 都快窒息了 妈 咱家不在九号楼 十六号 王娥轻拍大腿 你看我这记性 这都能记错 行了 妈现在就去六号楼等着小林 你不用担心 电话挂断 王娥费心费力地挪动 蛇皮带进了电梯 这次运气还算不错 又碰到了一个好心人 帮他搬了行李 路上还和王娥聊了两句 听到王娥是来看儿子以后 对方还夸了王娥儿子 一定事业有成 夸得王娥笑意怎么也止不住 半小时以后 几林匆匆忙忙地赶了回来 小林回来了 王娥喜不自胜地凑上前 也没在意 几林稍显冷淡的脸色 妈 你怎么来了 也不说一声 这不是怕给你们添麻烦吗 几林嘴角抽动 说是怕添麻烦 可他这一来一回 就足够麻烦的了 这里面装的什么洞性 怎么这么沉 没什么 就是一些苹果 几林费力地 把一袋子苹果搬到家门口 打开门 陪同王娥走了进去 把蛇皮带放进厨房后 几林就要准备离开 妈 你自己一个人在家待一会儿 我还得去上班 这是钥匙 几林把家的钥匙递给了王娥 你要是闲不住 就下去溜带一会 哎呀 对了小林 妮妮现在还在上课 几林眉头微皱 语气稍显急躁 对 她还在上课 好啊 还是上学好 以后咱老陆家 又能出个大学生 妈 宁宁才高一 离高考还早着呢 路过时高三 是她过一阵要高考 哼 王娥轻哼一声 脸色明显有所不满 路过在什么地方上学 几林着急走 一中上学 行了妈 我先走了 有什么事 你给国生打电话就行 去吧去吧 上班要紧 妈一个人能行 即便心里对自己婆婆 有着诸多不信任 几林也没办法继续待在家里 婆婆要是提前说一声 她请几天请假 倒也没什么 可现在这情况 只能等到下班以后再谈 至于意外 几林不认为自己婆婆这么大人 还能出什么事 而且说实话 几林本人也不太愿意 和婆婆单独相处 确定自身如今的身体 和心理状况后 陆过打车回到了小区 在途经小区凉亭时 一阵悠扬的歌声 缓缓钻进路过的耳朵里 陆过停下脚步 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凉亭里 一个打扮简单的女人 正给身边的六个孩子唱歌听 在他们周围 还有几个老人坐在一起聊着天 其中几个目光 一直落在孩子身上 看样子是孩子的爷爷奶奶 放学回家的时候 陆过曾和陆宁宁见到过这一幕 但对方前几次唱歌的时候 都是戴着口罩 让人看不清脸 不过这次吸引住陆过的 并不是女人交好的素颜 而是从她嘴里唱出的歌 这首歌陆过很熟悉 因为这首歌 是她在夕阳红唱过的 负重一万斤长大 轻柔的声音和无暇的唱功 让陆过驻足聆听了一会儿 一首唱罢 女人抬起头 看向陆过 微微汗手示意 旁边的孩子 还在夸赞女人歌唱的好听 还想再听一首 女人揉了揉旁边 一个大胖小子的脑袋后 转头又看向了陆过 第一次或许是礼貌 第二次陆过 觉得她可能是认出了 自己的身份 出于礼貌 陆过第二次点头示意 然后转身离去 只是在离开后 陆过的眉头轻轻皱了起来 如果没记错的话 她好像在什么地方 见到过这个女人 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 默然爬上陆过心头 不只是对方的模样 同时还有她看向自己的眼神 回到家 陆过已经忘记 刚刚见到的陈佩然 她按照医嘱 吃了医生开的药 把药瓶放进了抽屉里 然后陆过拿出手机 拍下病例 给江山发了过去 我回来了 医生给我开过药了 现在能不能回去 静悄悄的房间里 只有陆过手指敲击屏幕的声音 和微弱的呼吸声响起 这是陆过最向往的生活环境 但今天 陆过的心情 反倒没有像过去那样安静 几秒钟后 收到消息的提示音 打破了宁静的氛围 江山的消息很简短 只有两个字 不行 第六十四章 与中相见 陆过 我过去是不是见过你 坐了一会儿 从肚子里传来的饥饿感 让陆过下了床 换上衣服 准备出门买些吃的东西 现在时间是上午十点出头 这一较短的 让陆过有些意想不到 去小区里面的超市 买了一块面包加牛奶 陆过撑着伞 不急不徐地沿着脚下的瓷砖走着 没走一步 心里还在算计 步伐有没有落在瓷砖间的缝隙上 穿着拖鞋的脚 时不时地踩到水坑中 湿润的感觉 让陆过沉溺其中 踩得严丝合缝 当然没什么奖励 但至少陆过本人觉得很开心 来回走的路并不是同一条 回来的时候 陆过再次经过凉亭 倾盆的雨水 虽然让视野变得模糊 但走出凉亭 人由雨水浇灌自身的女人 还是闯入了陆过的视线 陆过认出来 在雨中一动不动的人 就是早上见过的女人 所以 视线停留的时间 并非只有短短一瞬 喜欢下雨天 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 就像陆过 有一阵喜欢和学校里的虫子 自言自语 前者或许更正常一些 但雨中的女人 给陆过的感觉 倒并不怎么正常 这不是之前的熟悉感作祟 陆过觉得 那更像是另外一种感觉的影响 思索了一阵 陆过想到了适合的成语 同病相连 他不是想要搭讪 亦或是可怜对方 陆过只是潜意识觉得 对方的行为很合他的胃口 一个人发疯 或许显得和正常人格格不入 但要是两个人的话 陆过过去 就不会那么孤单了 短暂的时间里 陆过想了很多东西 对面的女人朝他挥了挥手 对方的举动 打乱了陆过的计划 也让他无计可施 陆过右手撑着伞 左手拿着装有食物的袋子 单纯的点头示意 倒显得过于平淡 而且女人早上唱的歌 已经证明 他认识自己这件事 思来想去 陆过还是走了过去 眼前的女人 让陆过觉得眼熟 但他想不清 自己到底在什么地方见过他 想了想 陆过还是决定 用疏离淡然的语气 和对方交流 这样的语气 不会让自己的举动 显得过于热切 也不会让人觉得 没有礼貌 不过还不等陆过说话 眼前的女人就主动开口道 很喜欢你的歌 谢谢 陆过和女人都站在雨中 只是一个打伞 一个置身雨中 女人被打湿的头发 贴在额头 脸颊上 模样不算狼狈 反倒多出了一些 别样的美感 对方说话的声音 和她的长相一样 听到一下 就再也无法忽略 但这些都不是 陆过最在乎的事 在女人张嘴以后 引入心里的熟悉感 再度浮现 这次的感觉 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强烈 唯独在见到这个女人 才会出现的强烈感觉 让陆过心里五味杂陈 情绪也逐渐烦躁 或许是为了平复心情 亦或是受到冥冥之中 出现的直觉的指引 陆过干脆散数其散 选择和对方一同站在雨幕里 女人被陆过的举动 惊得张开了嘴 深邃的瞳孔里 闪烁着忽明忽暗的光 还挺凉快的 陆过感慨了一句 然后目光看向了面前的女人 问出了让她心心念念的问题 我过去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看似俗套的搭讪方式 但在陆过说出这句话的一瞬间 女人的面容顿时将在了几秒钟前 陆过淡然凝视对方 随即眉毛微微皱起 明白了自己的直觉 这次又没掉链子 她不止和对方见过 看对方的表情与反应 她在过去和对方关系匪浅 有着不少的交集 女人磕磕绊绊地张开嘴 但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对方的声音被余生掩盖 如果仔细听 才能勉强听清了一个我字 陆过的脸色阴晴不定 意识到自己似乎惹上麻烦了 而且还是不小的麻烦 浑浑噩噩的十几年里 她就像是个观众 一直在观看自己的人生 不过这人生的片段 大多都是断断续续的 有些她忘记了 有些记得很清楚 毫无疑问 眼前这个女人 就处在被遗忘的那一批片段里 至于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所致 陆过想不清楚 也不愿去想 陆过笑了笑 伸手指着自己的脑袋 初三暑假的时候 出了场车祸 脑袋碰了下 忘了一些东西 所以 不介意的话 重新认识一下 脸上流出的 不知道是泪水还是雨水 陈佩然耳边嗡鸣 能听到的 只有眼前人的那句自我介绍 我叫陆过 我 我是陈琳 陈佩然哭泣着 说出了自己的本名 期待能唤起陆过的一丝 有关自己的片段 可她等了又等 等来的只有一句 下雨天虽然挺舒服的 不过以后还是别淋雨了 容易感冒 我还有事 就先回去了 有缘再见的话 就加个联系方式 陆过学着电影片段 在踏上返程之路的时候 举起了自己手臂 轻轻挥动着 至于后面的人 能不能看到陆过不清楚 总之帅就完了 然而帅的结果 却让陆过在几小时后 极为难受 她感冒了 鼻子就像被马桶塞堵上一样 一点空气都渗不进来 昏昏沉沉睡醒一觉 陆过这才发觉 手机上多出了几条江山发来的消息 而且还是两个小时以前发的 看到手机上面的内容 陆过第一次觉得 江山是如此的面目可憎 作业我会给你带回去 明天我要看到 写得满满的卷子 人呢 给我装死 别给我当看不见 我明天必须要看到写完的作业 发诺 老师 我感冒了 能不写吗 可怜 这次江山没有回复冷冰冰的不能 而是问道 早上的时候还好好的 现在就感冒了 怀疑 言语中的质疑毫不掩饰 陆过想了想 还是把自己淋了一会儿语的是说了出去 几秒钟后 江山的回答让陆过彻底怀疑人生 你真的够可以的 为了避免作业 连这种招数都用出来了 微笑 陆过 第65章 还未冷却的心 生病的感觉很不好 身体不受灵魂掌控 想要做出最简单的动作 耗费的力气都是平常时的数倍 喝水吃药的时候 嗓子就像被拉过一样 充斥着灼热刺痛的感觉 艰难吃下两片药 陆过这才发现 抽屉里除了靶相药 以及治疗抑郁的药物外 已经没了其他的药 想下去买一盒 但头重脚轻的身体 直接让陆过栽倒在了沙发边缘 这次有沙发做缓冲 除了胳膊处传来的疼痛以外 其他地方并没出现什么问题 在意识还清醒之前 陆过拿出手机 浑浑噩噩的给江山发去了一条消息 放学的时候 帮我带一盒感冒 皮肤表层灼热的温度 融化了陆过最后的清醒 最后几个字还没编辑出来 陆过就已经闭上了眼睛 掌心中的手机顺势掉在地板上 门被人轻轻地打开了 陆过的意识处于一片朦胧中 对忽然闯入的人毫无察觉 他觉得自己 就像是陷入柔软的云海里 漂浮无一 但又令人沉溺其中 耳边似乎多出一道微弱的呼吸 然后又消失不见 不知过去了多久 一股清凉的感觉 让陆过从混沌的状态中恢复了清醒 但距离睁开眼睛 还有着不小的距离 脸颊似乎被人轻轻触摸 对方的动作很轻柔 让陆过伸不出反感 当然 现在的他也无力反抗 睡 喉咙里的饥渴感觉 让陆过艰难地吐出一个字 眼皮沉重地 让陆过无力撑开 余光能感觉到的 只有一道朦胧的身影 嘴唇触碰到水杯边缘 陆过本能地张开嘴 一点一点 喝着涌进来的水 直到水杯里的水一滴也不剩 谢谢 老师 嘴唇触忽然多了一丝湿润的感觉 不过这次的水有点咸 陆过没有多想 因为昏沉的感觉还没有消失 这一次 他放心地睡了过去 当陆过从昏睡状态中 睁开眼睛的时候 第一时间看到的是 额头上湿润的毛巾 他拿下毛巾 随后视线看到了 正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 陆过嘴巴微张 惊讶地说不出一句话 因为对方不是他以为的江山 而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生代下意识地 就要发出每个人 生下来学会的第一个字 但陆过终究还是没能喊出口 厨房里 韩熙把做好的菜盛到盘子里 一转身 你醒了 陆过摸了一下自己的额头 试了试额头上的温度 感觉不是太热后 看向韩熙淡然问道 你怎么来了 是将老师告诉我的 陆过还以为是自己消息发错了人 但从韩熙那里 听到是江山做的后 他点了点头 心里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情绪 毛巾是你放的吧 谢谢了 韩熙把菜放在饭桌上 听到陆过疏离的言语 脸上露出难过的表情 你睡了有一阵了 先吃饭吧 妈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菜 本来还想多做两个的 既然现在醒了 那就现在吃一口吧 陆过挪动脚步 坐到了饭桌前 韩熙再端上来最后一道菜后 坐到了陆过对面 吃块红烧肉 多吃点这个 对身体好 还有这道菜 是你过去 刚吃了一口的饭上 忽然多了好几筷子的菜 在说出最后一句话后 韩熙伸到一半的手 忽然停在了半空中 陆过专心吃着饭 头也不抬得开口道 给我吧 原本还有些局促的脸上 多了几分欣喜 韩熙想不通 为什么只是一句平常的话 会让他这么激动 高兴地让他流出了眼泪 他捂着嘴 不想发出声音 打扰到陆过吃饭 可哭声还是顺着指缝 传递了陆过的耳朵里 让他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陆过微微皱起眉头 抬头看向了韩熙 心脏跳动的速度 忽然快了几分 明明什么也不想说 可声音还是不由自主地发了出去 你 韩熙抽抽鼻子 故作坚强地摇了摇头 妈没事 继续吃饭吧 多吃一点这个 陆过是想好好吃饭的 可胸口迸发的莫名感情 让他无法对眼前这个 一边流着眼泪 一边给自己夹菜的女人 视而不见 终于 韩熙夹菜的动作停止了 因为韩熙情绪激动地离开了座位 把陆过抱在了怀里 毫无波澜的内心 随着这一刻的到来 似乎掀起了一道涟漪 脑袋同时感到一丝疼痛 抽气声越来越大 陆过能感觉到韩熙哭泣时身体 在微微颤抖 让妈好好抱抱你 是妈不好 强行挣脱 反而放弃对身体的掌控 眉宇也逐渐有所舒缓 胸口中积蓄的情感愈发激荡 大脑中传来的刺痛也愈发明显 感受着怀中的温度 路过匪夷所思的张开嘴 低声说出了那个 他最先学会的那个字 妈 后背的胳膊一下子收了回去 韩熙惊讶地看向路过 红肿的眼睛里闪烁着泪光 泪光里包含着渴望 激动 以及一丝难以置信 能不能 再叫我一遍 大脑转瞬间恢复清醒 路过看向韩熙 面无表情地回应道 我刚才什么也没说 你听错了 吃饭吧 吃完就回去上班吧 我和公司请假了 路过低声说道 下午我还要去接宁面 韩熙欲言又止 愁出许久 心绪分杂的他 轻声开口道 这几天工作不忙 后天或者周末 我来给你做饭 沉默了一会儿 路过轻轻哼出了一句 嗯 第66章 偿还恩情 还是恩将仇报 不用收拾了 我放学回来经常收拾 吃完饭以后 韩熙就开始收拾起了厨房 收拾完后 又开始打扫客厅 路过 怕自己再不开口 眼前的女人 会将她的房间 以及陆宁宁的房间 打扫一遍 韩熙把水杯 整齐地放在托盘里 兴致盎然地回道 你一个人在外边住 就算经常收拾 有些地方也顾不到 额头 两鬓下 已经渗出一丝汗水 很久没有像今天 这样忙碌的韩熙 四肢虽然有些轻微的酸痛 但从心底溢出的欣喜 让她一点也不觉得累 她没办法天天过来 路过也还没做好 准备和她回家 她能做的 似乎只有这点 微不足道的小事了 如果不是打扫用具太少 韩熙还想更细致地收拾一下 只是时间不等人 韩熙没办法继续待下去了 妈要走了 有什么事 随时给我发消息 韩熙本想着说打电话 可她忽然记起 自己的电话号码 似乎已经被路过拉黑了 话刚要说出口 这才改成现在这样 你一个人在外边 如果待得不习惯 妈随时都可以过来接你回家 路过虽然面无表情 但言语没有再像之前那样 充满对韩熙的排斥 嗯 我知道了 韩熙刚要走 下一秒又想到了什么事 看向路过亲身开口道 对了 江老师替我照顾了 你这么久 还帮你找了住的地方 如果有时间的话 妈想请她吃一顿饭 路过摇了摇头 江老师不会同意的 韩熙没有多说 临走之前拿出一张银行卡 这里面有一些钱 密码是你生日 没多少 交完房租剩下的也够你花了 你拿着 路过轻叹一口气 没有伸手 钱我就不要了 我现在没用钱的地方 而且 这房子也不用钱 韩熙秀眉微条 表情有些哑然 没要钱 路过想起江山自作聪明的赌约 开心地笑了 笑容持续的时间虽然短暂 但韩熙看得一清二楚 这件事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 韩熙正在原地 瞳孔中流露出复杂的情绪 但回想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 和儿子刚刚发自内心的笑容 百般心绪最终凝成了一句话 妈知道了 江老师虽然年轻 不过妈能看出来 他是一个好老师 嗯 路过徐徐汗手 只要是你想做的 妈都不会反对 本以为是随口寒暄的路过 忽然觉察出不对 疑惑地抬起脑袋 我就先走了 韩熙没有给路过说话的机会 最后看了一眼路过 转身离开了这里 韩熙走后 路过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看起了手机 和江山的聊天界面上 最后停留的地方 不是他过发出去的那句话 而是全新的几条消息 消息怎么发了一半 怎么了 我现在走不开 小翠不放人 我想办法联系人过去一趟 实在找不到人了 我给你妈打电话了 你妈从我这拿走钥匙了 马上就到 一条条的消息看过去 路过总算是找到了答案 他摇了摇头 面露苦笑 心想自己欠江山的越来越多了 就算想做些什么 偿还江山的恩情 他会不会接受 自己心里也没有底 而且 路过想起了母亲 离开前自己的反应 明明是想反驳什么的 到最后 却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所以 自己究竟是想偿还恩情 还是在恩将仇报 路过本人 也无法弄清自己的心意 坐在沙发上放空好一阵 等回过神